嗨!歡迎回到巨匠大對決 這次有一個客人說他想要找休旅車 他說他非常喜歡賓士的車款 其他的品牌都不要 他就是一定要賓士的LOGO喔 沒有特別強調預算的部分 但是他有說他希望車內的空間可以大一點 他說因為最近疫情的影響 以後如果出遊的話 他可以直接在上面放床墊 他就可以在上面睡覺了 那我們一樣會請巨匠跟巨匠隊來幫他做介紹喔 不要忘了支持訂閱我們的頻道 一樣如果你有想要看的車款大對決 也一樣在下面留言我們都會做參考的喔 那我們就看下去吧 歡迎來到巨匠大對決 是的 今天是發生什麼事 因為有一個客人許願 我想要買GLE 對 然後罵老闆就買兩台了 直接買兩台 然後買回來之後就跟老闆說 可以請業務幫我介紹嗎 所以我們現在就在這裡了 所以我們是 對 好 我這台的話是2016年的GLE250D 然後當時候新車售價285 現在不用130就買得到了 你還要選什麼 好 那我這台呢 是全新世代的 GLE4504MATIC 它是輕油電的版本 因為它的配備豐富眾多 所以待會呢 我再一一帶我們那位客人 認識一下這台車 因為通常都是先比較不好再比較好的 我先講我的 好 我先講你的 好 Let's go 我今天就是這位很挑剔的客人 我覺得一個條件 我只是想要GLE1而已啦 對啊 就這樣 所以我們買了兩台 我們買了兩台 你今天一定要選一台 我一定會選一台 不然你離不開這邊 要先付訂金 有了有 可以刷卡嗎 不行 不買了 好啦 好 現在就是我這台 250D的內裝的部分 跟新改款是真的有差別 這是在前一代的就是 保持一貫的作風 真皮包覆的方向盤啊 軟質塑料這些東西 然後像我自己就會比較喜歡 它的駕駛模式這裡 就是它有越野雪地跟自定義 還有競速模式 可以用 它還有競速模式 有 你們是可以風速嗎 呃 那個 好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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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肚好癢 吵死了 然後它的方向盤的話 其實我剛才在開 我是覺得它的操控上 是還蠻簡易的 你不用花太多心思在這上面 其實左半邊這裡 它就是控制這邊 我們的駕駛的螢幕 因為它是不太苛求 對 自負其短 喔 我們勇於面對自己的短處 哈哈 真的短 你 不要 我這麼渴 對 然後後面這邊有換檔撥片 其實 我自己會比較喜歡這一塊 因為有時候我們可能在發動 它有自動起病 這是一個非常 惹人 多餘的功能 然後它用霧影的設計之後 你會比較迅速的去找到 你想要用的東西在哪 是嗎 還是因為摸的關係 對 我們摸一下 好了 對 它其實駕駛座的部分 基本上是這樣 那我們去看一下後座的空間 來喔 好 像這種SUV的話 後座空間其實 就是不用講 一定是寬敞舒服的 不一定喔 有一些 哪一些 你要講它是大型的 大型的休旅 對 然後它我覺得比較特別的地方 它椅子的椅面 比較寬一點 所以你的 腿部的支撐度其實還不錯 然後頭部空間的話其實也很好 然後 西部就更不用講了 腿這麼長 都還有兩個拳頭以上的距離 對 而且 我們前陣子很常會遇到就是 中間的這個鍋領會很高 對 可是像這一台的話 鍋領的高度就沒有很好 就是因為它車高比較高的關係 嗯 它的那個會放比較下面 那以後如果遇到那個鍋領很高 我們就是把它車子改高 就是整起來這樣子 對 沒有病是不是 哈哈 他好認真 他好認真 他好認真的罵我 你拿來的箱子 你拿來的箱子吧 好 這是解決不了問題啊 好 那基本上我的後座空間就是這樣子 而且有後座出風口 沒錯 照顧著我們的後座乘客 可以這個 對 好 就這樣子 去看你的車 我想享受一下高科技 哈哈 好快速喔 好那看一下高科技的座倉吧 耶 歡迎來到 欸不要 先不要 歡迎來到380萬的 這個 智慧型高科技座倉 喔 耶 那先看到他們 你看這個飾板 就跟我們上次那個C300 Coupe一樣 嗯 它有很大量這種 木紋的飾板 反而這種霧銀飾板 就沒有像C300那麼少 所以它客群應該都是比較 高齡 哈哈 不是啊 就它這樣看起來比較沉默 也比較適合它的車型 然後你看 它這個 跟我們上次凱燕一樣有 做這個扶手 然後有一句話就是說 就是 牽手會把一個女生的心牽走 所以是 GoGo 你 我意思是說 你只要握到這個 我的意思是說 你握著這個扶手的時候 然後你就 從時愛上這台車 從這個扶手開始 而且你旁邊它 你的A5有扶手嗎 沒有 就是沒有 就沒有直接牽的啊 好 好 那它這個是全新世代的賓士 所以就跟 就跟我們上次一樣 它是全液晶的儀錶 然後從我的駕駛座的儀錶板 直接延伸到中控螢幕 它是做一體式的 然後是全數位化的 然後搭配這個 也是一樣三幅式的方向盤 還是它比較可惜它沒有平靶 可能是因為它要越野的關係 所以它沒有做平靶 或許是這樣 然後就是有我們兩個最愛的痘痘 可以控制我們的儀錶板 跟我們的中控面板 再來呢 因為它是比較高階的車款 所以它一定有搭配 壞壞燈 壞壞的氣氛燈 64個 沒有它沒有64個 它的選擇比較少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在這個 有壞彈指射就好 有壞彈指就OK 這個我最愛 它還有無線充 壞彈特調 對還有無線充 然後再來呢 因為它是全新的多媒體系統 所以呢 它也有支援聲控 直接叫它就可以了 就是海濱式或者 它怎麼沒有理你 嗯 因為我沒有發動 OK 然後再來呢 它就包括很多主配動安全 都是列為標配 然後又有我最愛的EagleView 上帝視角 很多東西可以搭配 然後最主要呢 這個是觸控的面板 你可以透過這個 輕輕的滑動 然後它會做一個 震動的反饋給你 所以它每一個細節 都有非常多的 那個巧思 OK 那前座就是這樣子 那我待會就帶你們看一下 後座的空間表現 走吧 Let's go OK 那繼續來到五星級的後座座艙 想先帶你們體驗就是這個 超大的全景天窗 你不會覺得它們延伸到很後面嗎 直接超過你的天靈蓋 那回光可以直接反照 照在你身上 你也是要念念黑 直接被接走 直接被接走 上帝啊 然後你們會發現 空間是不是比剛剛那個上一代的GLE 空間來的更大 對上超寬的耶 一個小屋壁的距離 它這台可以選五家的七人座 那只是我們這台 配備的是五人座 所以它的第二排空間 座位又更大了 所以你看它的表現 來手借我 借我啦 再來 不夠 所以它呢 如果是以我的座姿的話 我的後座西部空間是三個拳頭 加四個直接 然後呢 頭部空間的話 大概 亮 有兩個拳頭左右 所以整個表現都是非常好的 超大 然後國嶺的部分 那也是因為車高的關係 所以國嶺沒有特別阻礙 這裡很寬敞 對 然後整體表現我覺得都非常好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它的窗戶的面積 很大片 對很大片 所以包括你在offroad越野的時候 後座的整個都可以 享受一下 有好的視野表現 OK 那我們就來比較一下 新舊款的後箱空間吧 走 我有自信 好 OK 我們今天比這種後箱空間 只有一句話可以形容 相間和太極 前面是什麼 本事同根深 水水水水水 有唸書 不比了不比了 幹 沒味道 再一次 不比了啦 公司給我們是什麼 不行 我們是一樣的車型 還是比一下 然後我要介紹一下我這個也是 腳踢式的電動尾門 好 那 那我的原廠數據是 630公升 在後座椅背沒有傾倒的情況下 那傾倒之後呢 它的整體的空間來到了2055公升 好 我的話是 沒有傾倒的後箱空間是690公升 那傾倒後是2011 我不知道為什麼傾倒後比較笑 不管啦我要放行李箱了 好 你先放一下 那 你都喜歡怎麼放 就是 找最好放的方式放進去 這個很大耶 我可以放 而且我們盡量是放橫的 可是我覺得我放直的可以放兩個 放橫的 那我們就是要比咩 快點 一隻錢幣啦 一個手掌啦 氣死 為什麼不讓我放兩個 給你 謝謝 好那接下來來到我的 後箱空間 你可以不要靠近我的後箱嗎 那放進去之後呢 其實空間跟你的上一代的其實差不多 基本上是一樣 沒什麼差別 差不多一個 縱深有一個小臂的距離 不一樣喔 寬度的話 有一個手掌加上 一個拳頭的寬度 因為其實現在還有蠻多人就是會買 像這種大型的休旅車 去露營 沒錯 又再一次了啦 那其實像現在大型SUV的話 其實會有些人會拿來當 車宿 喔 露營 對沒有錯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請我們的消費者 因為其實空間真的很大 然後它毛又很多 就直接讓它來躺一下 直接讓它躺 不然它這樣問題太多 那我們請我們毛最多的 消費者 客戶進場 進來 毛怪 來來來 你是最佳的 車床代言人 OK 那我們待會 我們待會就 還沒還沒 我們待會就會把後座椅被傾倒 然後讓我們的消費者 直接實際躺進去測試 好 OK Let's go OK 那現在從畫面可以看到 我們的消費者躺進去之後 其實它空間是非常夠用 包括它的腳部的空間 因為它身高是180左右 扣30公分 所以其實 好到尾門的距離都是滿夠用 然後主要它比起上一代 另外就是它的後座椅被沒有那麼平整 可是它相對躺起來會比較舒適一點 然後再來搭配它的全景天窗 整個在外露營的氣氛都很棒 那其實在車速的部分 會比較在意是後座傾倒之後的平整度 那像如果你比較平穩的話 它的作用空間也會相對新鮮 好運用一點 好啦 現在換到我這一台的陸式感受 這台它是2016年的 GL-E250D 就這樣講整次啦 它的馬力 就很煩 它的馬力有204B 我們扭力是一樣的 都是50.1公斤 不是吧 我的是51 不是50.1 50.1啦 你們情侶不要在那邊吵架 趕快 因為我的也是跟你一樣 你是四輪驅動的 可是因為你剛才有 你那一台可能設計 也有比較不一樣 我這台原本是5050嘛 它現在變成前四後六 然後這台車它有五個駕駛模式 可以讓你做選擇 所以我剛才就提到 我們現在是開在黑 一定要 都已經出來吵架了 它們行駛中就可以切換嗎 還是一定要 行駛中可以切換 是嗎 確定 確定 包括雪地模式 還有Offroad模式 確定 因為你可能開一開突然下雪 開一開突然前面路突然爛掉 對啊 世界末日 台灣的高速公路不是這樣嗎 你以為很平順 錯 錯的也是 所有的災難都在後頭 隨時都遇到災難 對 所以你甲子中切換 還不錯耶 這樣也是很智慧型 欸 我這logo 是什麼logo 你在那邊 好嗎 然後再來就是 其實以這台車 我們不能只是講說它的好 還有 它的缺點 對 因為我自己剛才這樣開下來的時候 如果你今天模式不是開在之後 它的車會晃得比較明顯 我們光是這樣在行駛中 晃得比較明顯 就是我可能在過一些小跟動或幹嘛的時候 它的那個車身的尾韻 尾韻 尾韻 你在喝茶嗎 尾韻 魚陣 魚陣 魚陣的那種感覺 它會因為車高比較高 感覺是穿到上來之後 它會一直持續這樣子 可是當我調Sport模式之後 它的懸吊也會跟著調整嘛 會比較硬一點 喔是喔 所以它是 電子是 沒有差 是喔 對沒有差 可是差異性 就真的只有一點點而已 你要很稀稀的去 品味 品味這台車 喔 然後這台它目前公里數是13萬 其實柴油車比較不怕公里數多 是嗎 柴油車這樣的公里數 應該積探蠻多的吧 還有小知識 你知道家中只有柴油車的話 你要定期的去跑一下高速 柴油十足 對 因為我壞過 壞過柴油 我還沒有壞過 或是那個前輩 人壞掉 對人壞掉 開柴油車人會壞掉 因為你會很喜歡它的就是 動力 扭力 對扭力的表現 會把你的胃口揚發 然後柴油車這個很重要的是 你可能一個禮拜上高速跑個20分鐘 然後轉速讓它維持在2600到2800 就這樣維持大概20分鐘就可以 它裡面的電腦會自行把那個東西排除掉 哪一個東西 當東西 當東西 這樣聽起來很容易耶 對 可是有些人就懶惰 你還是要定期的回保養廠去檢查一下 你的積探的狀況 因為我這台車沒有太多主備動系統 它就是有自動更車 你設定定速之後 它速度達到一定的時候 它轉速就會下降 油耗表現 每一台車都是這樣 我想講不行嗎 我沒有東西可以講的你知道嗎 這台車就這樣子嘛 就很煩 就很煩耶你 那麼多人的螢幕那麼大 我為什麼這樣子 討厭屎 就分配到這一台 想怎樣 超生氣 你看連摩托車都不讓我 瞧不起我是不是 好啦 就很煩 你看你的車還比我貴200萬 煩屎 看你的車啦 好 待會兒就聞到我那一台的私駕 好 好那現在換到我這台 GLE 450 4MATIC 那我先介紹一下 你們一定會覺得說 一開始我就講嘛 它這個是有電的 兩邊就覺得說 可是它已經是一台油電車 錯 它是一台渦輪增壓的輕油電系統 我為你們介紹一下 它這個是3000CC的渦輪引擎 然後呢 它是搭載48V的輕油電系統 就是近幾年非常夯的一個系統 它為了減低你引擎的負載呢 所以它特別搭載 容量比較大的電池 去供應你的一些壓縮機啊 發電機啊 一些離離扣扣的 所以你的引擎呢 會更專注於動力上 就是我要踩多少就踩多少啦 所以它那個公里數會越變越多嗎 可行駛公里 不會 它說油耗部分 這樣越開然後我油越多 我剛出門115 我到這邊119 它會偵測你的續航里程 你踩它油門的方式 如果比較省油 它就會計算你剩餘的油量 可以跑越多 那不是重點 我要講一下我的動力 我這一台450 它算是當時現階段最高規的車型 它有360cp的馬力 對 是你A3的三倍 好可憐喔 它車價超過3P 然後再來呢 再來就是它是搭載九速的這個變速箱 那個手自排的變速箱 然後最主要就是它最新的科技 全新的4MATIC系統 你知道賓士的4MATIC 四輪驅動 四輪驅動嗎 是橫屎的嘛對不對 對 又說對 對 對 橫屎的 可是它最主要是這一代四款的 它可以做完全百分之百的前輪輸出 或是後輪輸出 自動偵測喔 對它自動偵測 它這個是智慧型的 等於說它適應全地形的氣候 非常讚 然後安全性也大幅提升 再來就是清油電系統 因為為什麼會近幾年都主推這個清油電 就是為了要潛能環保嘛 對 所以你看你那台GLE250 才有的 才有的你來大聲講 觀眾說你的油耗多少 14 14 14是我啦 你11啊 幹 再講一次 是 11 好我這台 車重並重 馬力並大 外型比你好看 內裝比你漂亮 載的妹比你多 但是我油耗只有14.2 嗯 了不起喔 怎樣 有錢就是任性 有錢真的很任性 然後再來我要提到一下 這台車雖然很笨重 但是它的官方數據 顯示它0百加速只要5.7秒 有沒有 肚子又癢癢癢癢癢 肚子又癢癢癢癢 又要抽獅癢癢 哈哈哈哈 然後因為它是最新款的車型嘛 所以要搭載全配備的 就是阻被動安全的系統 然後你可以從這邊去做 完測啊 駕駛的空間 選項非常多 反正它阻被動安全很豐富就對了 嗯 然後它你這樣聽起來 是不是它是一台完美的車 其實還好 沒錯 給我說對是會怎樣 對對對 我們在拍攝耶 所以有時候要set一下 唯一美中不足就是 它當初新款 之前前陣子有看到GLE發表 不是有新聞說它們會跳舞 在那邊動動動 對我快要翻過去了 對 它就是因為它有搭載 它有選配那個電子懸吊 那當初新車是要選配 我們要花四十多萬選擇 可以買你的車了耶 幹好貴喔 也可以買我的人 你人那麼廉價 我很便宜 四十萬就可以玩了 四十萬可以大概五四 四十萬隨便你怎麼玩 不要鬧啦 自己的價格都爆出來了 好啦 那整體來說呢 它就是一台 非常靈活性的一台 豪華的越野SUV 請問雙黃線迴轉是違規嗎 我們在拍攝一切都可以合理化 等一下垃圾觀念 欸這軸距是比較長的 欸這軸距是比較長的 對對對 就是我剛剛 在空檔的時候惡補了一下 就是我發現 你們剛剛不是我們提到 那個後座空間比較大嗎 很大耶 對 你看我跟你們哥 這幾款的距離上一代多了 它們的軸距多了80mm 然後整個空間就放大放大放大 它從後面過來用跑的 我從未跑過去 好 那等一下就來看我們毛很多的客人 怎麼做選擇 怎麼做選擇吧 你們兩個在旁邊真的很有陰影欸 好黑 進入正體進入正體 今天這樣比較下來 我們的韌性的車主 你會比較喜歡哪一台 你都稱之為我韌性的車主 我當然是選配備最多 然後最新款 錢不是問題 反正爸爸會付 問題是沒有錢 對啦是沒有錢 所以呢但是我覺得 裡面因為覺得它是科技最新 然後它開起來 而且它是有電的它也很省 也沒有說像柴油可能 之後會遇到一些 不知道的問題 對所以我覺得綜合下來的話 我會比較喜歡這台 450 GLE450 沒錯喔 就如同我們美麗大方 然後白富美的小林所說的 如果你喜歡這種 全新的智慧 豪華SUV的話 那一定要選擇這台 最新款的 GLE450 4MATIC 如果你是 源自於對柴油車的熱愛 然後不追求這些配備的話 你可以選擇這台 GLE120D喔 FILA GLEOD GLEOD FILA GLEOD GLEO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